大家好,这里是三路雷哥 好长时间没有给大家分享我们河南商丘玉米的最新行情了 那么今天是2023年的8月8号 特别激励的一个数字啊,朋友们 今天的价格行情纠正会如何呢 这个价格是不是比你们当地价格高了呢 还是低了呢 在我没有给大家分享这个视频之前呢 在我刷视频的时候 我刷到一个我们河南的南洋的一个自媒体座者说到了 在这几天玉米的价格又一样来大涨了 山东的自媒体座者也说到了 现在这个玉米价格也确实比前几天涨了 涨了还不少呢 那么我们河南商丘的玉米价格纠正是怎么样子呢 是低了呢还是涨了呢 这个价格比你们当地价格高吗 想了解的朋友们 随着我的镜头咱们一块去玉米的收购站 打听打听吧 相信大家都非常清楚啊 现在已经进入这个八月份了 顶多再过一个多月的时间呢 甚至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这个新的玉米基本上就下来了 现在家里面有玉米的并不多了 有玉米的并不多了 朋友们 光我们村子呢 我知道情况下啊 顶多剩个 有的时候十来户 剩余的全部都卖掉了 所以说这个 有玉米的并不多 所以说他们现在长的原因 相信大家也非常清楚 家里面也没有了 物以稀为贵 是不是朋友们 当我到达我们当地这个收购站的时候 当时我有问到他 我说现在这个玉米的价格 是不是比前期的涨了 对 涨了 涨了有好几分的 涨了不少 价格呢 基本上比原来的高了不少 价格呢 会达到的是 一块 四毛三四一斤 前一阵的是 一块三毛 三毛五 一块三毛七 确实比前几天 涨了很多 是不是朋友们 这个价格呢 反正是有的农民都说到了 哎呀 现在再涨有啥意思 没啥意思了 加了没有 加了也没有了 是不是 有的农民也说了 反正是涨不上无所谓 没有任何意义了 如果先下来这个玉米 这个价格 如果达到这个价格的话 那还好 是不是朋友们 所以说 先下来玉米的价格 就这会如何呢 咱们也不知道 毕竟是未来的一个事情 所以 淡定不了 新的玉米的价格 就这会怎么样 是不是朋友们 我到达我们当地 这个收购站的时候呢 有很多的这个农民 也多多少少 也有卖的 也有不卖的 其实不卖的 他们也是想等着 更高的一个价格吧 反正是 现在卖的并不多 基本上加了也都没有了 是不是朋友们 所以说呢 这个玉米的价格 反正是涨到现在 一块四毛二 一块四毛三 这个价格比你们当地价格高不高呢 你们家 你们当地是什么一个价位呢 把你的观点 把你的想法 打到评论区 把大伙们分享分享 好了 今天视频呢 就和大家简单的聊到这里吧 喜欢我的视频呢 给我点个免费关注 还是想了解更多的农业方面知识呢 请看我其他的视频 下一个视频呢 比这个更精彩 下期咱们不讲不散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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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